还要来关心疫情 现在担心有应该要居家检疫的民众 不遵守14天的规定 前往娱乐场所造成不必要的感染风险 台北市警方周末夜晚派出了大批警力 来到了夜店领检 警方也佩戴了防护装备 过滤消费者的身份 寻找不配合居家检疫的民众 大批警力现身夜店 缠带上防护装备 准备好随时领检 不同于以往 调查酒客有没有攜带毒品 或是姿势聚重 而是针对酒客身份进行盘查 因为受到疫情影响 确诊人数不断攀升 担心年轻人不怕染疫 照样到夜店狂欢 趁着周末进行领检 好 接下来是我们执行 今天是一分前提办领检起务 再三提醒同仁 务必要严格查验 不能产生任何漏洞 留学生和交换生 或是刚回国的旅客 都必须居家检疫14天 警方动员30名警力 投入防疫工作 夜店工作人员 面对疫情同样不敢马虎 酒客入场前 都得量体温消毒双手 再加上信义分局 针对主要几间夜店 确认有没有居家检疫 或隔离的民众 层层加强防护 确保所有人的安全 相关的领检工作 我们会持续来做执行 依照辖区的特性 来做这个领检的工作 幸好经过连续两天的检验 都没有发现违规民众 防疫紧张时期 居家检疫者 势必要遵守规定 才能有效抗议 记者台北继合不到